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做翻唱的歌 音乐 那我们的原创在哪里 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你还去怪人家在操别人 在做述程的事情 不就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吗 大家好 我是小鸡 在最近的一档音乐节目中 信大胆地提出了对华语音乐人的质疑 专业歌手不原创 却都沉迷于翻唱 还怪别人抄袭 这不是很矛盾吗 而这三首歌 各是歌手翻唱抄袭歌曲的代表 《大风吹》是王鹤野 2021年发行的歌曲 一经发行就火爆全网 在短视频平台至今 已经有超过91亿的热度 而前段时间 刘锡金与王鹤野的合作 又一次让全网掀起一阵大风吹 虽然演出很成功 但很多网友却发现了 其存在超级的嫌疑 张亮影的《如果爱下去》 《许小凤》的《疯的季节》 甚至还有麦克杰克逊的《Filly Jean》 都被缝合在了其中 很久也沉入过我们 《爱下去》会怎样 既然是玩复古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麦克尔·杰克森 所以其中的编曲 就融入了 麦克尔·比利正的编曲元素 制作团队也想通过这种方式 对麦克尔形成一种致敬 梁龙与夕琳娜一勾翻唱箱 引起台下评委导师的欢呼 先不说他们唱得如何 单单是他们选择的这首歌 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质疑 这首歌原唱是《紧龙紧敌》 发行至今已有几十亿的热度 虽然很火 却说前是缝合作品 张艺兴的连谭巍巍的《缘分是一道桥》 等多首歌曲均被缝合在其中 张艺兴的连谭巍 اف机 fel的 特长艺充 Hola за一次 you love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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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风这首歌虽然不如前两首火爆 但在短视频平台也有几亿次的播放 盖尔与极客俊逸虽然翻唱的很成功 但这首歌却越听越熟悉 这不就是19年的热歌心如止水吗 朋友们你们感觉这些歌像吗 究竟是致敬还是抄行 一听便知 虽然这样东平西凑四亿台风耗时短走红快 但这样真的好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